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日焦點都看似在新兼中大副校長的校董會秘書吳樹培身上 他在日前的審議修例立法會委員會會議上 多次被點名批評 星期二中大校董會特別會議 更被宣佈暫停校董會秘書職務 吳樹培是中大的第二把交椅 整件事是他自把自為 還是背後有人發功 中大校長段崇志有什麼角色 為何至今仍然不露面和交代 中大校董會主席查日超日前在立法會上 大爆多宗管理亂象 指只能透過秘書處查詢 校長的薪金和獎金福利 但目前仍未收到答覆 其次通過秘書處聯絡段崇志 才知道他有事不能出席審議條例的 立法會委員會會議 在中大更換校徽事件上 更沒有經校董會審批 吳樹培又在未和他同意 擅自發放校董會議程等等 意味著他這個校董會主席被架空 其後吳樹培就成為戰靶 中大校長段崇志就好像置身示愛 段崇志不但缺席審議修例 立法會委員會會議 更繼續在公開場合神隱 看似整件事和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中官查日超所述 中大這些沒有網管的亂方 其實都是源自中大管理層 根據中大官網管治架構一欄 管理層除了作為監督的行政長官之外 校長段崇志就是最高決策人 七名副校長全部都是他的下屬 到底吳樹培所作所為 段崇志是否毫不知情呢? 他任由下屬胡作非為 還是段崇志免許這些操作呢? 以上任何一個情況都完全不能接受 為何他一直躲在背後呢? 段崇志必須出來面向大眾作出交代